歡迎大家回到第四集第三節的有理有數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代數的基本元素 關於代數的基本元素我們發覺 由這個Algebra開始 由Variable和Constant開始 我們會建立了Terms的概念 Terms有幾種,例如Constant Terms,Like Terms 當有不同的Terms加起來的時候 我們說一個或者多一個Terms 我們會叫做Algebra Expression Algebra Expression 而任何一個Terms裡面 非Variable的部分 例如數字的部分 數字乘以一個Variable 我們會叫這個數字為Coefficient 第五個概念就是Power 什麼是Power呢 就是原來任何一個Expression 我們都會有一個Power Power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A的二次方 我們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它是由兩個A相成的 所以它Power的Exponent 我們會叫它做2 所以它的Power我們就定義做2 A的Power就是2 我們再看看這個例子 A的N次方 Power是什麼呢 當然很簡單是N 好 這個A第三個Expression 就是A乘以B的二次方 表面看 因為B的Exponent B的指數 其實它是2 其實它的Power是什麼呢 但是因為它多過一個Variable 所以在多過一個Variable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將每個Variable的指數相加 就是說A的指數其實是多少 A雖然沒有寫 其實我們知道其實是A的一次方 B就是二次方 所以它的Power就是3 2加1就是3 好 好 那第三 第四個Term 第四個Term 就是說ABC ABC的Square 當然 因為當我們發覺一個Expression裡面 多過一個Variable 我們每個Variable 每個變數的指數 都要全部加起來 A的指數是1 B的指數是1 C的指數就是2 所以當然就是1加1 再加2 那就就是4 那這些基本概念 亦都很重要 大家雖然看起來 這個Power的概念很簡單 但是將來我們會看到有什麼用 繼續看 我們可以整理它 就是說 當你多過Variables的時候 例如說 A的N次方 乘B的M次方 它自然會把所有Variables裡面的指數相加 所以這次的Power 就等於N再加M 那就M加N N加M 好 那3的5次方 是什麼 因為3的5次方 好像是Power 是不是5 但是 因為在這個Algebra世界裡面 很不好意思 因為 如果你是Constant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什麼地位 還有我們是研究的 是一種 研究Variables 所以 其實Constant的Power 其實Constant的指數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3的5次方 其實它就不是 定義 因為定義就是Variables 變數裡面的指數 所以3的5次方 就是沒有指數 所以Power是什麼 Power是零 好了 2的N次方 又是什麼意思 2的N次方 其實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一個Constant 但是它不是Variables的指數 不是ABCD的指數 所以2的N次方 都是Power都是零 最後一個非常熟悉的概念 就是Equation 例如最簡單的數字,例如1加1等於2 中間包含了一個部分就是等於這個符號 當你有任何情況、任何算術裏面 當然右邊有一個描述,包含了一個等於 我們可以叫這個有等於的一個部分 我們會叫它作為例子 這個比例子最簡單,譬如說 剛才這些是一些關於數字的比例子 當你涉及到一些定義的比例子 譬如說x加2等於6 雖然我們不需要計算這個題目 但是我們會叫x加2等於6 這個部分我們叫它作為比例子 當然比例子最簡單的地方 最簡單的部分的定義就是 只要你是左邊等於右邊 我們就會叫這個做比例子 比例子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永遠保持平衡,兩個平衡 兩個平衡就是 無論左邊加多少數,右邊也要加多少數 譬如說x加5等於y 當然我們看到x左邊加了5 如果我們要把5消除的話 我們知道左右都要減5 我們就不可以獨立把左邊減5 變成x等於y 當我們要做任何運算的時候 左邊減5,x加5等於x 右邊都一定要減5 左右要做相同的運算 這個就是比例子最基本的操作模式 當這些比例子出現的時候 它有幾種特例 其中一種特例就是formula formula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全都學過的 譬如說你圓形的公式是什麼 圓形的公式是什麼 圓形的公式是什麼 圓形的公式就是πr² π乘以半徑的二次方 譬如說還有什麼圓形 譬如說你是正方形 正方形是什麼 正方形就是每條邊的square 邊的square 這個面積等於邊的square 這個就是formula 三個形是什麼 三個形就是 三個形的面積就是底乘高除二 這些我們也會叫做formula 好,那function呢 亦都是equation裡面的其中一種特例 譬如說 當你有兩個variable 譬如說我舉例 可能是y等於2加x 好,那你發覺在這個情況裡面 其實y的數字 y的值其實往往是取決於x 因為它不是獨立的 為什麼呢 譬如說x和y 當x等於2的時候 y就等於4 x等於0的時候 y等於2 x等於4的時候 y等於6 往往x的數值 y的數值其實是e負x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其實y 其實它不是一個獨立的數字 所以可能我們某些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把y寫成一個符號 就是f of x f of x 看來有一個function function x 就等於2加x 其實呢 f of x 這個部分 只不過是另一種寫法 它只不過是說 這個y 它不是一個獨立的variable 它是一個取決於x的variable 所以我們會寫成f of x 就是f括弧x 就等於2加x 那這種寫法呢 尤其是有兩種 基本上我們會暫時學會 兩種variable之間的關係 當然其實它也未必是 純粹是兩種的 但是我們DSE數學範疇裡面 課程範疇裡面 我們只會接觸兩個數字 兩個variable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叫這些f 括弧f of x 這些這樣的 無論是加3 加5 Square 這些這樣的 equation 其實它是屬於 equation 所以我們會叫這種做 function 最後跟大家去看一個概念 就叫做恆等式 什麼叫恆等式 identity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學過了 因為我們有印象就是 我們剛才學過一些關於 例如說是 A的N次方乘於A的M次方 就等於A的N乘於M 嚴格來說 我們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 就算你沒有學過這樣的 properties 其實對你的運算 是不是真的 完全是很大的影響呢 其實也可以說不是 因為這些 properties 我們可以證明出來 這些 properties 基本上 只不過是一些數學符號 即是可能是一些數字 是一些運算 它是累積一些經驗 幫助我們更加快去計算 一條題目 我們下次不用每次做數 我們就會重新 從頭到尾正過 所以這些所謂的 identities 其實它只是一些經驗 就是我們做過一些 expression的運算 運算能夠幫助到 原來將來我們 以後不需要每次都要 逐次計算 我們每次寫回相同的結果 這些結果能夠 原來這些結果 幫到我們去計算 我們就叫它做 identity 好 這些identity 其實再舉些例子 是什麼 有幾個特別出名的identity 我們一定要認識 好 我們看看第一個 identity 就是它是 A加B糊糊的二次方 當然 如果跟回我們的 二次方的定義 就是兩個數字 兩個糊糊裡的expression 就是A加B乘A加B A加B乘A加B 好了 第二部分就是 尾乘頭 就是B乘A 正B乘A 所以就是正AB 因為B乘A就是AB 就是BA BA就是AB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尾乘尾 正B乘B 所以兩個正邊就是 正B square 所以答案就是 A的square 再加2AB 再加B的square 好了 原來 我們經過這麼複雜的計算之後 我們發現原來 括弧A加B的square 就等於A的square 乘AA square 再加2AB 再加B square 其實這條題目看來 做到這樣的結果 是簡單很多 原來我們發覺 這個這麼簡單的結果 是很幫助我們將來的運算 所以這個簡單的結果 我們就叫做identities 我們發覺 遲些 計算這個identities 是極度重要的 這個這麼有趣的結果 以後我們就不需要再次做出來 好像剛才我 很複雜地做出來 以後我們就直接 看到這個括弧A加B的二次方 我們可以直接寫成 A square加2AB加B 沒有人會靠你步驟分 第二個重要的結果 就是A減B的square A減B的square 相同 用剛才計算的方式 大家會自己計一計 就是A的square再減 而AB再加B的square 這兩個部分 A加B乘A減B 就是括弧A加B 乘A減B 好了 下面兩個A減B cube 和A減B cube 我不計了 因為已經寫了結果 就是A減B減B 就是A減B 乘A減B 乘A減B 可以直接引用 好 我們總結 我們了解過 關於 algebra的基本元素 基本概念 就是 algebra expression 就是 Terms Terms 就是like terms Simal terms Constant term 我們知道是什麼 Coefficient 就是乘與Variable的數字 Powers就是 兩個 一個expression 裡面 所有Variable 裡面的 Index 次方的總和 Equation是什麼 而 Equation 就有等於 Formula就是 Equation的其中一種 而這些Formula 多數就是一些結果 幫助到我們 一些很普遍的結果 譬如說 三個元的面積 下午數 就是Function Function就是 剛剛說的Fx 那些表達符號 將來下午數 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它自己 亦都會 自成一個獨立的題目 將來我們會詳細探討 還有這個Identity Identity 就是一些我們 可以這樣說 雖然 我剛才前幾集 有些數字是建議大家記的 但Identity 當我們說 這個expression 或者這個計算的結果 是Identity 的時候 其實我們基本上 是必定要記的 因為這些Identity Identity 是太重要了 重要到你不懂 你肯定做不到某些問題 因為怎樣說呢 我再跟大家解釋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舉例 開方 A2 再減B2 就等於A加B 乘以A減B 在這個問題裡面 其實我們用一些簡單的 去運算 或者簡單的計算 其實我們不是那麼直接 可以那麼容易得到 A2減B2 這個這樣的結果 我們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這個portal form 這個portal form 基本上是 我們可能之前曾經有些累積 我們才能夠找到這樣的結果 譬如說 最明顯就是最底那個 A3 A3 B3 等於這個 下面一堆成出來的 其實很明顯 這個 你不是能夠 當時憑著你聰明才智 可以計算出來的 可能你真的很厲害 都可能可以 但是 這麼麻煩的結果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用Identity 已經是代表了 我們基本上 所有人都知道 這個結果 是這樣的 expression 代表我們已經不用計算 不用計算 所以 這些Identity 基本上 有些不同的地位 所以 我們當這些Identity 是一些基本的知識 所有Identity 都要非常熟悉 好 時間差不多 我們 第四節再去探討 關於其他 有這個Algebra 裡面的題目